新庄复国路上的一户四楼公寓外墙发生瓷砖脱落的意外事件 当地里长许游美兰指出 有可能是无理老旧所造成的 里长也说到当时事发的情况 一楼正好是令委参选人后援会的服务处 也立即通报礼办公处 并迅速联络消防等单位前往现场进行处理 所幸这起意外事件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乡区复国路63号邻近一带的公寓民宅 当地里长表示 屋林至少在40年上属于老旧社区 里长说日前就一户四楼民宅外墙瓷砖剥落 而一楼正是新庄国民党立委参选人 蒋新章大单奔后援会的服务处 则立即通报复国立办公处 里长也在第一时间前往现场了解事发情况 并且迅速联络各单位将意外现场处理完毕 而这起意外事件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因为我们这个社区有40多年的立宿 所以造成外墙脱落 昨天脱落的地方是复国路63号4楼 在第一时间我们感谢蒋新章他们的担奉服务团队 通知我们里办公室 我们在第一时间做了危机的处理 帮我们将脱落的东西危险的东西 通通把我们拿下来了 外墙脱落的时候马上打110报警 然后也打19 然后立即跟我们候选人讲新章联系 新章立即协助到现场来处理 然后联络公所里长各相关单位 然后先做封锁线 把这个障碍的范围先封锁 保护人民的安全 人民众路过的安全 林昂说当下接获通报时 则迅速联络区公所及消防等单位前来处理 并拍下了当时消防人员搭上云梯车 将外墙一些零星碎石给并清除干净的画面 里长感谢后援会及协助单位的全力帮忙 以避免外墙再度发生剥落而伤及往来用路人 不过路上的车辆流量很大 还要幸福商人亡 也很感谢讲新章服务处 帮我们做了第一个时间的动作 我们担风判施所也来上上三脚锥 全部都围起来 也告诉民众这里过路要小心 非来横货任谁都不想要 里长强调这起公寓外墙磁砖脱落 所幸为伤及民众 事后要求屋主尽快完成后续的修缮事业 防止外墙磁砖脱落情形再发生 记者黄优贤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